我是狄子女,因长得丑,被父亲嫌弃 她认定我是母亲红杏出墙的产物,冷落母亲 进而母亲厌弃我,兄长欺负我,长姐凌辱我 就连府中的下人也敢呵斥我 长姐出嫁,母亲红了眼眶说江府永远是她家 到我出嫁那日,母亲冷漠地说直到没生过我 我跪拜父母,断了恩情,助力夫君平步青云,官拜首府 后来,长姐夫家出事,连累父亲也进了朝狱 母亲哭着求我救他们 我推开她的手,母亲,你忘了吗,我早已不是你女儿了 凭什么要救于我不相干之人 我是江府人人可欺的二小姐 因为长得既不像爹也不像娘 跟长姐的花容月貌差之千里,而被父亲憎恶 她认定是母亲红杏出墙生下了我,从此冷落母亲 即便母亲怎么辩解,她都没有再踏入母亲房门半步 终日只塑在姨娘的院子 母亲因此怨恨上了我,说是我破坏了她与父亲的感情 我在本该依偎于母亲怀里的年纪 屡次被她关进耳房,不准出来 纵使我哭破了嗓子 母亲也只会骂我 丑丫头哭什么哭 吵着你阿姐恋字了 那会我只有两岁 因为不会说话,拉裤都厚只会哭 等到裤子都硬了,也没人理会我 哭了一天,又累又饿 我所幸坐在地上,生下一片狼藉 直到晚上,母亲才会想起我 让丫鬟帮我洗了带回房 帮我洗澡的丫鬟,秀和见我这个样子 拼了命的狠狠掐我 你个丑丫头,以后再赶拉裤都 看我不教训你 这些事给两岁的我造成了不可磨灭的阴影 我告诉母亲,她只会抱着长姐说 一边去,吵着我们看戏 秀和知道母亲不会管我 更加肆无忌惮 从两岁到六岁 我身上就没有一块好的皮肤 我的乳名就叫阿丑 直到六岁我才知道阿丑的真正含义 因为我长得贼眉鼠眼 活像一只猴 又因为常年食不果腹 身体瘦弱 更像是一只猴了 我朝以胖为美 长姐长得白白胖胖 就连不喜欢母亲的父亲 也时不时要接长姐出去玩 每每看到长姐拿着一堂回来炫耀之时 我心里总是羡慕的 我深知父亲不会带我戏园子里看戏 更不会给我买糖吃 父亲不准我叫他爹 他说我不配 母亲也不准我叫他娘 只能随着树妹一起换他母亲 七岁生辰那天 我眼蝉长姐带回来的糖葫芦 偷偷吃了一颗 被兄长发现 她私命揪着我的耳朵 拽到了母亲面前 那一刻 我看到了母亲的眼睛里仿佛脆了毒 我被母亲狠狠踹了一脚后 匐匐在地 只能用微弱的声音喊着 娘 今日是我生辰 可这句话像是点燃的炸药 母亲拿着指甲法的棍杖 狠狠打在我身上 你个丑丫头 如果不是七年前你出生 我何必受这气 你还不如撕了算了 兄长在一旁添油加醋 就是 瞧瞧你那个丑样子 哪里比得过眼眼半分 看着就碍眼 说话间 又是几张落下 我瘦弱的身躯 无力承受这么重的力量 在母亲快打死我的时候 门口传来了罗姨娘的声音 哟 姐姐这是要把二小姐往私里打呀 这可使不得 要进大狱的 她向来与母亲不对付 仗着爹爹宠爱 每日行礼充满了敷衍 今日刚好撞破我被打 罗姨娘似乎来了兴致 说起来 我应该感谢她 如果不是她 我也许真的熬不下去 母亲收起了脾气 冷笑道 妹妹今日可以来得如此准时 这不敢巧了吗 刚好遇到姐姐行家法 可怜这二小姐咯 瘦成皮包骨还要挨打 犯了多大错哦 估计母亲不好意思打我 因为吃了一颗糖葫芦 被打成这样 她招呼着罗姨娘喝茶 全然没有理会在地上躺着的我 等到我奄奄一息之时 罗姨娘才吩咐丫鬟道 去叫府衣来给二小姐瞧瞧 在床上躺了七天七夜后 我想明白了 这辈子阿仇只能靠自己 我的面容无法取悦他人 那就要在其他方面补足 我必须要强大起来 才能保住自己的命 自那以后 我主动搬离了母亲的院子 去了府中最偏远的一处小院 秀和各种不满 整日发着牢骚 说什么 我这丑丫头 比不上大小姐一个脚趾头 我平静地让她离开 说可以去长姐那里 她如临大赦 临走前还不忘教育我 大小姐已经跟国公府定了亲 再过几年就会嫁过去 你最好自生自灭 别给大小姐丢人 她先管好自己再说吧 长姐不会要她的 我太熟悉长姐的脾性了 她看似单纯无害 实则领地意识极强 眼里容不得一点沙子 秀和伺候了我七年 怎么还能被长姐收入房中呢 果不其然 转天就听说了 秀和因为偷了主子首饰 被逐出府 听到这个消息时 我正在练字 新来的小丫鬟 怯生生地望着我 二小姐 我是新来的丫鬟 名叫小翠 管家让我来伺候你 我笑了笑 放心吧 我没有值钱的东西 也不会污蔑你偷东西 只是苦了 你要跟我一起这么倾苦 小翠年岁不大 心思单纯 说话没有弯弯绕 管家是这个府里 唯一一个对我还不错的人 但他的能力有限 除了偶尔帮我 留一些好菜好饭 只拍丫鬟这事 他也做不了主 我思前想后 觉得应该是母亲派来的 不知是出于那日 快打死我的补偿心理 还是怕落了口石 怕姨娘说她 贵为当家主母 心眼小 不管怎么样 我现在有个新丫鬟 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小翠跪在地上 二小姐 以后奴婢会尽心尽力伺候你 小翠没有骗我 她每日会将 打探来的所有消息告诉我 比如母亲又给长姐 请了什么先生 兄长又闯了什么祸 还有一些她不好说出口的 我都能猜到 她们一定会觉得 骨瘦如柴的我 熬不过那年冬天 她们巴不得我这个江府污点 自生自灭 但我不但熬过来了 还变得身强力壮 甚至琴棋书画 样样都比长姐学得精 这得益于小翠的情报 有了她打掩护 我所学的东西 跟长姐没有任何区别 而且我更能下功夫 自然比她墙上不止一星半点 为了锻炼身体 我每日坚持用冷水洗澡 天还没亮 就在后院跑圈 坚持了这么久 总会有成效 我不再是若不禁风的兽猴 反而拥有单手提水桶的臂力 长姐屈尊降贵来我院子那天 我正在练字 想不到半年多未见 阿丑的字写得倒是挺漂亮 我没有应她 因为我知道 她绝对不会夸我 可惜 写那么好又有何用 当男人见到你的样子后 只会恶心到想吐 我挺比抬头看着她 假装懵懂无知 长姐今日是要带我出去玩吗 她已经十二岁 平平玉立 一副美人胚子 是人见人夸的娇俏模样 她见我这副样子 气恼地撕烂了我的字帖 又招呼身后的两个小丫头过来 那是罗姨娘的孩子 我的树妹 一个五岁 一个六岁 阿丑的身上脏了 你们去帮她洗洗 洗干净了 我就带她去玩 两个妹妹以她为尊 指使丫鬟把我摁住 泼了两盆水到我身上 我内心早已毫无波澜 以前长姐就用过各种手段欺凌我 她知道我不敢跟母亲告状 肆无忌惮 今日她来 我一瞧便知道她是故意的 大概是谁走漏了风声 长姐知道我在这小院 过得颇为自在 她摔烂了小翠帮我捡来的琵琶 踢翻了我的书案 用墨泼脏了我最宝贝的书 长姐戳着我的头怒喝道 阿丑 就算是我不要的东西 你也没资格捡走 明明我们才是同胞姐妹 她却能纵容年幼的树妹 百般欺凌我 院外落起了雨 我从头到脚都湿透 长姐对树妹的表现很满意 一会姐姐请你们吃糖 其中一个妹妹高兴 把泥巴涂在我脸上 丑八怪 泥巴跟你更配 丑八怪略略略 他们走后 我回到房间 收拾起一片狼藉的屋子 小翠回来后 急得哭红了眼 我听说老爷昨晚听到二小姐抚琴 还专门问了问是谁 我以为二小姐今日就能过好日子了 难怪 难怪一向不关心 我的长姐会特意来看我 也算是侧面敲打我 不要妄图引起父亲注意 我笑了 高高在上的父亲大人 怎么会对我刮目相看呢 这半年读了不少书 我明白了 父亲当年冷落母亲 是早有此心 只不过借着我长得丑 作为由头罢了 他不会为自己说过的话证明 一如他不再喜欢母亲 八岁生辰 我给自己改了名字 反正不能上族谱 我的名字我做主 江燕 我想像燕子一样 飞出这宅院 自那以后 我更加拼命地读书 管家人心好 会在夜深人静放我去书房看书 到天明再出来 我在小院安安静静长到了11岁 活得像个透明人 国公府终于来下了聘 商议了跟长姐的婚事 长姐成婚那日 府中热闹非凡 128台嫁妆如流水一般抬出府 所有人都在说 江家嫁女儿气派 今日府上人多 没人管我 我再次偷偷溜了出去 正门外 母亲正拉着姐姐的手 红了眼眶 燕燕 去了那边有什么不如意就回来 江府永远是你家 就连父亲也动容 燕燕 万事有爹爹 你放心 我扭头离开 他们是一家人 我从来就不是 这些年 我甚至不敢生病 怕自己撕在那里 也无人可知 去到书院 我依旧藏在窗侧旁听 只是这次运气不好 被先生抓了现行 好一个臭娃娃 竟敢偷听 你爹娘呢 我抿唇不语 伸出了手 这先生严厉 打起人来毫不犹豫 我是女子 不能上书院 我原以为 先生会打我一顿 把我逐出去 没想到他让我坐进去 虽然在最后一排 我也很满足了 旁边一个少年 递给我纸笔 给你 他笑起来 眼睛像月牙 我从没见过哪个少年郎 长得像他这般好看 更不会想到四年后 他向我家提了 亲求娶我 即便父亲嫌弃 他是穷酸书生 我也义无反顾 嫁给了他 因为他是这世上 唯一没有说过我丑的人 我在书院上学的第三天 才知道了 那个少年的名字 他叫宋爵 跟先生一个姓 但他说话很温柔 一点也没有先生那种压迫感 跟他促成了朋友之后 也会分享一些秘密 比如我乳名叫阿丑 一般人听到这个名字 都会捧腹大笑 但他没有 只浅浅皱了皱眉 露出与年纪不太相符的成熟 这名字并不适合你 我苦笑 我母亲娶的 至今府中上下 都还叫我这个名字 除了小翠会叫我的名字 我没有告诉他 父亲甚至连名字也不帮我娶 因为我不够资格 他认真的看了我一眼 阿燕 你肯定能像燕子一样 飞得很高 谢谢 在书院上学的那些日子 是我这十几年来 最快乐的时光 先生虽然严厉 但从未打过我手板 他眼里从来不会有厌恶的情绪 即便是我不厌其烦地去问问题 他也会很仔细地回答我提的问题 真正做到了一视同仁 甚至有时候 还会因为那些男学生嘲笑我 而训斥他们 每天我都是偷偷摸摸去 偷偷摸摸回来 有小翠替我打掩护 加上父亲忙生签 母亲忙着掌管后宅 没人知道我偷溜出府的事情 久而久之 大家似乎都忘了 府里还有我这么个二小姐 宋爵上门提亲那日 我并不知情 正和小翠在院子里做刺绣 准备贴补家用 她早已结束了书院的生涯 去了国子健 要算起来 我们已经两年时间没见了 前些日子 我在书院的学习之路 也走到了尽头 先生说我朝女子不能参加科考 我的路只能到正 我了然 拜别了先生 用自己挣的银子买了很多书 决定在家学习 我不知道宋爵是从哪得知 我不在书院的消息 就直接来到了府上 管家匆忙来告诉我的时候 我差点忘了穿鞋就跑过去 宋爵拜会父亲之后 说要求娶江燕 父亲众没问 谁是江燕 我大女儿妍妍前些年 已经嫁入国公府了 我气喘吁吁跑到门口 刚好听到她这一句 胸口酸胀不已 一如我所料 她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的 尽管我已经托管家告知了她们 她们仍旧没有一个人记得 阿丑 你怎么跑来了 去把你的妹妹叫过来 让这位公子看看 求娶的声势她们 我忽然有一次窘迫 不想让自己这个样子 被宋爵看到 朋友也需要一些空间的 她回头看向我 嘴角弯了弯 安燕 我来求娶你 我这才注意到 她身旁站着的那位 不是书院的先生是谁 可她一句话都没有说 父亲眉头皱得更紧了 居高临下说着 什么时候改了这个鬼名字 还有你什么来头 不懂规矩吗 媒婆呢 宋爵转过头去 口中振振有词 我叫宋爵 明年就会考取功名 父亲眼里闪过一抹厌恶 不就是个穷酸书生吗 你来求娶我敌女 岂不是高攀 这个时候 门第观念让骄傲的父亲 都承认了我是她的敌女 母亲极为嫌弃地看了我一眼 在父亲耳边说了句什么 她终于有一次松动 求娶不是不可以 聘礼要吧台 该有的规制一样不能少 父亲 母亲 你别为难她 我知道岸先生的脾性 是绝对不想迎合 官场老狐狸的 说话嘛 给我滚回去 母亲在外人面前 没想过替我留一丝颜面 差点就把茶盏砸了过来 我倔强地站在宋爵身后一步 忍住了眼眶的酸涩 她是来救我的吧 我怎么忍心让父母给她难堪呢 母亲 我知道你厌我 把我嫁出去 不就满足了你的愿望吗 她只是一个书生 你这般为难 我嫁不出去 一辈子都只会窝在府里爱你们眼 似乎这句话触动了母亲 她露出一股极其不屑的表情 还未等她开口 先生抢先说道 这次是我们唐突 一切按姜老爷说的办 我不可思议地看向了她 视线与宋爵交错 她对我点了点头 依旧是让人容诺春风地笑 商议婚事的流程并不愉快 虽然先生硬下来这片礼 但父母依旧有些刁难 似乎要把我这些年花的钱 都逐笔算清 生怕亏了一点 也不知是卖女儿还是嫁女儿 听到小翠回来 说母亲跟归家探亲的长姐 提到我要嫁人的事情 长姐的第一反应竟然是说 哪个男的这么没长眼 要娶她那个丝样子回去 当遵佛供起来吗 我被这句话彻底点燃 冲进了母亲的院子里 本来想跟长姐辩解几句 可看着她隆起的肚子 我硬生生把那份憋屈咽了下去 他们怎么说我都可以 不能说宋爵 母亲的丫鬟眼间发现了我 大夫人 阿丑来了 我扫了一眼的丫鬟 呵斥了一句 大胆 我再怎么也是府里的二小姐 你哪来的胆子 叫我阿丑 母亲望向了我 我当然迎上了母亲的目光 母亲 婚期定了吗 长姐从母亲手上 接过包好的橘子 尖酸道 这么恨假 该不会是揣了野种吧 母亲的眼神像是脆了毒一般 尚未查证事实 便骂道 不知廉耻的小贱人 我掐紧手心 我与宋爵坦坦荡荡 不像长姐 假接孩子逼婚 啪的一声 母亲的巴掌落在我的脸上 扇得我头嗡嗡作响 你怎么能跟你长结比 你个小贱人 我看你是皮痒了 说着 她还想继续打我 被我一把捏住了她的手腕 母亲 我十五岁了 不再是志同了 我的力量 也不是你能比的了 长姐的脸色很难看 指着我骂道 反了你了 怎么对娘说话的 看我不加法伺候你 她起身就想来抓我的头发 以前这些事 都不用她亲手做的 这些年 树妹也精明了不少 不会再被她当刀子时 尤其是她嫁出去这几年 树妹在罗姨娘的教导下 更加注重一太教养 为了以后能嫁个好人家 我没想到 姜子言都这么大的人了 还能如此不要脸 她挺得肚子 行动不便 被自己的脚搬了一跤 摔倒在地 旋即大哭了起来 你个丑八怪 你为什么推我 明明母亲离她的距离 还要更近一些 要推也不可能是我推 她的污蔑张嘴就来 你为什么要气你姐姐 她可是你亲姐姐 她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 你拿命来陪 我指着在地上的姜子言 母亲 她张口就来的话 你就这般纵容吗 迟早要 闯祸二字 我还没说出口 一道凌厉的巴掌 从后扇了过来 直接把我掀翻在地 是父亲 她怒骂母亲 还愣着干嘛 还不快叫府衣过来 而后扶起长姐 转头看了我一眼 你给我滚 别再出现在我面前 我捂着火辣辣的脸 看着姐姐朝我露出得意的笑容 心一步步坠入冰窖 这个家 我一点也不想呆了 不知是不是国公府发了难 父亲甚至还带着母亲上门 去赔了罪 我自然是上不了台面的 但不影响 我被罚家法 庆幸这么多年 我没有一丝懈怠 身体比小时候能扛 三十仗打完之后 我抬头看了一眼 高高在上的父亲和母亲 他们的脸已经变得陌生 看我的眼神 也像是在看一个 无关紧要的丫鬟 我扛得住这顿打 也扛得住他们 对我做出的任何事情 几日之后 父亲松了口 命管家来传了话 二小姐 老爷夫人商议好了日子 过几日就是良辰吉日 宋家书生但人不错 嫁过去不会受难的 我让小翠给管家看了茶 谢谢余总管这些年 对我的照顾 我无以为报 将来若是需要我帮忙 我定当义不容辞 余总管笑得脸都起了褶子 有二小姐这句话 老奴就很欣慰了 需要二小姐 从今日子红红火火 她偷偷地给我一个钱袋子 这是老奴这些年攒下的钱 没多少 你带着傍身 我眼眶有些酸涩 那个时候我还不明白 为什么管家要给我银子 直到出嫁那天才明白 因为母亲没有给我准备任何嫁妆 甚至连喜福都没有 母亲把当年长姐 是剩下的喜福扔给了我 而后命人把我房间里的东西 用一个大木箱子收了起来 这就是我全部的嫁妆 木箱里全是旧物 也是我仅有的一台嫁妆 我看了一眼母亲淡默的表情 内心悲凉地攥紧了不合身的喜福 母亲没有为我梳头 我知道她并不想祝福我 我也不需要她的祝福 本来嫁给宋绝 只是一时的计策 我知道宋绝是念在同窗情 才就我于水火 所以不能再奢求什么 早已在心里打定主意 嫁过去一段时间 就让写和黎叔 找个没有人的地方 跟小翠一起生活 小翠不能跟你走 我先开了盖头 为什么 母亲邪腻了我一眼 妍妍马上要生孩子了 得找个放心的人 替她去讨好世子 巩固位置 可她是我的人 为什么不让她自己的丫鬟去 她的丫鬟还要做其他事 我不同意 你不祝福我 不给我准备嫁妆 想让我出丑 我都不在意 但是小翠必须跟我走 晚了 昨夜已经送上世子的床了 我指甲掐进了肉里 拼命咬住了牙关 才不至于一拳打在她脸上 难怪一早没看到小翠 我还以为她去偷偷抹泪了 母亲 我也是你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 我不求你对我跟长姐一样 起码在我出嫁这天 你让我一次都不行吗 把小翠还给我 她去长姐那里 怎么可能还有活路 母亲嫌弃地扫了我一眼 今日出了这个门 我就当没生过你 从今往后你是私事活与我无关 我重重点了点头 好 既然母亲这样说 那我无话可说 重新戴上红盖头 我的泪顺着脸颊滑落 唯一真心带我好的姐妹 是跟我相守八年的小翠 可我却得不到她的祝福了 昨天傍晚 她还偷偷炖了当龟碎鸡汤给我 说要好好补补气色 她被母亲的人拖走的时候 内心得多么绝望 浑浑噩噩噩走到了门口 我忽然驻足 父亲和母亲没有让我进茶 但我跪拜了他们 就当还了生养之 从此 桥归桥 路归路 恩断义绝 宋绝在外迎接 我看不到她的样子 却闻到了她身上好闻的松木香 她紧紧握住了我的手 亲自把我扶上了轿子 在房间里等待的时候 我的心是忐忑的 不知一会该如何跟她开口 门口传来动静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看到她推门而入 双颊飞红 宋绝 她眉头微微皱了皱 你为何自己把盖头给接了 我起身 连忙跑过去扶住了她 觉得有些闷就揭开了 你没喝多吧 我没事 你去盖上 我有些不解地看了她一眼 编排好的话全被忘了 她见我不动 反过来扶着我走到了床前 重新盖上了盖头 这红盖头 得我来揭开 懂吗 我嫩嫩说道 没人叫我这个 我教你 她没有嫌弃 我那形同虚设的嫁妆 让她丢了颜面 温暖的大掌握住了我的手 阿燕 我很开心 能娶你 是我三生有幸 不知道是不是酒喝多了 她今日的话格外多 重新揭开盖头那一刻 我与她四目相对 她那双眼里 好像坠满了天上的繁星 我看到了里面的自己 很丑 我迅速低下头 不着痕迹地往后挪了挪 不敢再去看她 宋爵 我知道你是为了 她没等我说完 就伸手捂住了我的嘴 凑到我耳边说 该喝合锦酒了 我轻轻摇了摇头 都是假的 现在没外人 做戏也不用做全套 我将她的手拿下来 宋爵 你先听我说完 她忽然一把抱住了我 吓得我往后一退 撞到了床头 她比我还紧张地 揉了揉我的后脑勺 没事吧 没事 她起身去端来了喝锦酒 而我坐在床头 有些茫然失措 我从未喝过酒 一杯下肚 头有些晕晕的 我抓住机会 握住了她的手腕 我知道你娶我是为了救我 我不会干涉你那切 如果你有心仪的女子 我可以跟你和离 她深深看了我一眼 堵住了我的嘴 用她的唇细细研磨 我惊慌失措想推开她 却被她捉紧了双手 那一夜的发展 是我始料未及的 我姑且只能把这归结于 我们都喝了酒的缘故 还好第二日一早 我醒来之时 身旁没有了人 我撑着身子起来 听到了门口 有人交谈的声音 哎呀 我昨日才知 咱家公子可不像表面 那般温润呢 光是要水都要了三次 嘘 小点声 主子还在里面睡觉呢 放心吧 肯定还没醒呢 咱们这主子命真好 公子的爹鸣势力 娘走得早 公子还特别宠他 接着敬茶都给免了 行了 别在背后议论主子了 我笑来早起惯了 此时也睡不着 等他们不说话后 披上衣服就拉开了门 门口的两个小丫鬟 吓得跪了下来 夫人早上好 劳烦帮我打盆水 谢谢 很快 我通过这两个小丫鬟 了解清楚了宋爵的背景 太爷爷曾是国子健祭酒 但父亲没有从观的念头 考完举人 便去书院做了教书先生 母亲早年因病去世 父亲没有再去 这个家只有宋爵和他父亲 也就是我曾经的先生 两个丫鬟 曾经伺候过宋爵母亲 现在被安排给了我 得知宋爵今日一早 便去了国子健 我松了口气 你们若无事 可以自行安排 不用管我 我打发走了丫鬟 将那箱 不能称之为架状的木箱 打开整理 该扔的我都扔了 所有书整理好后 坐在小院看起了书 嗨嗨 看来从书院出来后 你还是没有怠慢 先生 文言 我站得笔直 恭敬点头行了一礼 在家不必拘礼 该改口了 我硬着头皮喊了声 父亲 我去给你沏茶 这些事丫鬟去做便可 你做 我有时跟你讲 虽然已经离开书院 有些时日了 但先生的威严仍在 我不敢直视他 只默默低着头 我送家三代单传 绝不纳妾 你与绝儿以后好好过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这个家从此你来长家 我会搬去书院住 我抬头 不可思议地望着他 父亲 此时万万不可 他笑了笑 有何不可 我知道宋爵只是为了帮我 将来我肯定会离开 我看着他那双 洞察一切的眼睛 有些说不下去 姜燕 你可知绝儿一直心悦于你 我错愕地张了张嘴 什么也说不出口 怎么可能有人会 喜欢我这样的人 身材单薄不说 长得还不好看 你别不信 我早看出来了 否则那一年 也不会让你进来 只有你 才能让他喝下那些药 也只有你带着他锻炼身体 没有你 就没有现在的他 可是 我相信他会认可我的决定 我只希望你们 把日子过好 先生 我无以为报 只能跪在给他重重磕了个头 行了 快起来 都说了让你改口 还叫先生 这边媳妇茶我喝了 从此你便是我送家人 我热泪盈眶 我有家了 是先生和宋爵给我的 此生 我定会报恩 当晚宋爵下学回来之时 兴奋地喊着 娘子 我给你带了好多书 我修红脸 连忙拉他进了房间 看着他捧着书 风尘仆仆的样子 我的心像是 被温水泡开了一样 宋爵 谢谢你 他扁了扁嘴 昨夜怎么叫的 娘子莫非忘了 我摸了摸鼻子 丫头还在外面 我叫不出口 他扫了一眼桌子 两眼发着光 你也买了这本 看完了吗 我点点头 今天刚看完 正好 我考 你答 熟悉的画面又回来了 我们俩似乎回到了 几年前的书院时光 那会 我们每日会给对方出问题 答错就谈脑瓜班 现如今 就连丫鬟也没想到 我们私下是这样相处的 这样挺好 他用我最习惯的方式 避开了尴尬 在送家呆的时光 快乐自由 我唯一记挂的便是小翠 托了人给长姐带的信 全都是沉大海 长姐生产第二日 我得知了小翠的私讯 还是听丫鬟闲聊说起 国公府昨夜洗的公子 有个丫鬟因犯错被打得半撕 裹了张草席扔出来 金城被发现 已经没了气 我跑去了衙门 认了尸 埋了小翠 她是我在这个世界上 唯一的亲人 不过才16岁的年纪 她一天好日子都没有过上 就撕得这么不明不白 我发誓 要让那些人付出代价 可我一个普通女子 如何能与官斗 风大 先回家 宋爵替我披上了披风 将我拥入怀中 我的泪沾湿了她的衣裳 宋爵 你说为什么好人没有好报 娘子 好人会有好报的 你怀了身子 不能太过伤心 该付出代价的 我们都不会放过 我抬头看向她 目光灼灼 你曾经说过 只想跟你父亲一样 做一个教书先生 现在呢 能不能去考科举 就当是帮帮我 宋爵捏了捏我的下巴 当然可以 不仅要替小翠报仇 还要让江府的人 都付出代价 我已经很久没有 听人提起过江府 确实 因为母亲 小翠才会横撕街头 他们不付出代价 我心难安 宋爵平时跟我在一起 只会讨论功课 我们就像是同窗一样 互相鞭策着对方 可惜 因为我是女子 不能考科举 不能靠自己拜官翻身 那一夜 我睡得很不踏实 闭眼便是小翠那 血肉模糊的尸体 宋爵将我搂得很紧 亲身安抚 你的事便是我的事 娘子 我们一起努力 自从那天之后 我与宋爵一起 更加用功地读书 即便肚子一天天大起来 也从未懈怠过 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 让他考进电视 入朝为官 一年后 宋爵参加乡试 夺得借缘 次年 宋爵参加电视 成功夺得状元 状元游街当天 我正在府里哄娃吃药 丫鬟跑进来开心说 夫人 也夺得状元之位了 正在游街 你不去看看吗 我晃了晃摇篮 不必 夫人 小公子我看着 你快去 我知道他在急什么 这份荣耀是属于宋爵的 今日斩露头角 街头巷尾会有无数贵女 会主义于他 只要我报了仇 我便可以让出这夫人之位 让宋爵与他真正所爱之人 长相厮守 我应该庆幸孩子长得像他 将来应该不会受继母欺负 我的复仇计划 早在两年前开始布局 从那天起 我也谋划了自己的离开 对我们这样无名无姓的 普通百姓来说 想要撼动国公府多年的基业 以及我父亲那样的老狐狸 不是一事 所以我不能坐以待毙 只苦等着宋爵考取功名 我需要提前让他们陷入圈套 最后才能一记毙命 宋爵回来之后 孩子刚睡下 他有些不悦 娘子为何不来看我 我接过他脱下来的锦袍 长泽今日染了风寒 刚睡下 我忽然被他抱了起来 呼吸交织 可我只想与你分享 他们只想要我的花 只有你才是真正为我高兴 我故意藏起来带回给你 他把那只花别在我的发际 真诚叹道 娘子戴上 真好看 我指尖在停在他的衣巾上 抚摸了一瞬 成婚这两年 他一直都会变着花样夸我 即便我知道是假的 也会很开心 夫君 可定好了想去的地方 宋爵点头 去护部 我心里一惊 我爹是护部上书 去了不是容易被打压吗 宋爵看出来我的疑问 正因为他是护部上书 我才要去 让他知道 我这个穷酸数生 迟早也有一天踩他到脚下 我知道 宋爵有自己的安排 我会努力配合好他 万事小心 他在我的鹅角落下一吻 放心 现在有你跟常泽 我不会胡来 嗨嗨 公爹的声音在门口响起 听说常泽病了 我连忙推开宋爵 父亲 您来了 嗯 来看看孙子 晚饭席间 我顺势提议让公爹回家住 孩子也想他 最重要的是 我想让常泽跟他学习 因为未来 我跟宋爵 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再则 将来我离开的话 孩子跟他亲一些 也不会太过难受 爹 既然阿燕让您留下 便住下吧 家里离书院也不远 行 他一人带孩子也挺辛苦 我回来帮帮忙吧 公爹应下此事 说辞了书院的职位 便回家来 当夜 宋爵在我耳边撕膜 娘子 再给常泽生个妹妹好吗 不是我不愿意生 是我这一条路太艰辛 我兵行险招 恐将成为戴罪之身 也许还会有生命危险 无论如何 我都不会连累宋爵和公爹 我紧紧搂住了他的肩 回应着他的热情 等他熟睡后 我到厨房灌下一碗闭子药 当年怀常泽是因为 我什么都不懂 才会有了他 现在 我不允许自己再犯错 屋内 宋爵睁开了眼 滚烫的泪划过眼角 他知道 江燕没有安全感 即便自己给予他足够多的爱 他还是宁愿相信自己 宋爵想自己一定是做得不够好 才会让他如此决绝 明明很恩爱 自常泽之后 肚子再无动静 他岂会不知 江燕在做什么 他知道自己 必须尽快完成 江燕想做的事情 这样他 才能真正融入跟他的小家 宋爵刚去户部 担任的是贤侄 每日整理一些陈年暗宗 很多人都不愿意来做这个事 堂堂撞元郎 却乐在其中 他每日回来 便会将滕超的重要事件 以及金额给我过目 倒也让我们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 你先说 娘子 你先 我怀疑他利用了这两件事 他没公款 另外还可能跟国公府有牵扯 娘子聪慧 他不仅跟国公府有牵扯 还替首府做了不少事 这你也看出来了 我惊异于宋爵的细心 短短一个月而已 他就发现了这么多 那我曾经的布局 他会不会也有所察觉 我不敢深想 只顺着他的话接到 现在的情况是 观观相护 我们如何才能拜倒这么多人 我打算从国公府入手 还要请娘子委屈一下 见一下江子言 他不会想见我 所以是我去拜见他们 你与我一起 我怕我见了他 会忍不住想动手 但宋爵说 只用拖住他一个时辰 让他能和世子单独说话 我硬下了 再见长姐那日 他穿金带银 朱元玉润 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连招呼都不愿跟我打 世子妃安好 我忍下了怒气 主动行了一礼 他侧过脸 对着丫鬟说 是什么鸟叫 听清了吗 几个丫鬟哄大笑 奴婢只听到了乌鸦叫 还是知丑乌鸦 我抬眸 扫了一眼那丫鬟 竟是不知道 国公府还敢养乌鸦 陛下最憎恶此物 你们究竟有何居心呢 江子言脸色一变 混账 说的什么胡话 拖下去长嘴 让妹妹见笑了 他说此话无心之失 是吗 那只能说世子妃平日里 管教无方 连个丫鬟都管不好 又可以长家呢 你别太放肆 别忘了 今日是你夫君来求世子办事的 我早就听闻 世子娶了几方美妾 已经嫌弃他 人老色衰 如今一看 地位确实不够稳固 我只想问世子妃一句话 小翠是你要带来的 还是母亲硬塞给你的 江子言烦躁地推开水杯 什么小翠小红的 我不知道 他身后的丫鬟欲开口 却没敢开口 我寻着机会问了那个丫鬟 他惊恐地答道 小翠是冤丝的 他每天都给我托梦 我真的快受不了了 你如何得知他是冤丝的 世子妃送他去给世子暖床 可每次回来都要打他泄粉 其实在世子妃生产前 小翠已经被世子赶了出来 有了别的女人 世子妃觉得是小翠手段不够 没能替自己雇宠 活活把他打得半丝 然后才发动生孩子 我与小翠同住 他给我讲他 曾经照顾全世界最好的小姐 我很羡慕他 我还以为他能回去 我的身体在颤抖着 浑身冰凉 说完 那丫鬟给我了一根发簪 是我第一次赚到银子后 给小翠买的 这个傻丫头 一直舍不得带 没想到连丝都没有带在身上 我跟她是同乡 这个交给你 求你帮她做场法事 别来找我了好吗 我答应你 我整理好心情后 回到凉亭 看到了长姐 在打刚刚跟我说话的丫鬟 废物 我的点心你都弄错 在做错我废了你的手 长姐 好好珍惜你 现在的日子 因为很快 我会亲手为小翠报仇 我知道长姐喜欢吃甜食 特意买了苏记的点心 你尝尝 长姐接过我递过去的时候 毫不客气的一口一个 将蝴蝶酥尽数吃完 苏记这点心真不错 你竟然还记得 当然长姐的喜好和做过的事 我不会忘记一件 我含笑看着她 仿佛看到不久的将来 她瘦如枯鞠 倒地不起的样子 柿子不让我吃外面的点心 府里有没有个会做的 若是长姐喜欢 我以后每日差人给你送来 你让小桃来后门拿便可 妹妹你果然对我好 母亲都说这些吃了不好 她说我长得太胖了 怎么会呢 风雨一点才更美 柿子也是 喜欢你这样才娶你的 小桃就是刚刚跟我说话的丫鬟 我不停地吹捧她 递给小桃一个眼神 她闪躲着 然后坚定地看了我一眼 点心里有慢性毒药 剂量很小 不会检查出来 但若是与另一位药材同服 如同披霜 那药材我刚刚交给了小桃 只说是给长姐补身子的 她知道我们是亲姐妹 接了过去 只要她每日煮汤汁时放一点 旁人吃的会没事 唯有长姐会染毒 我不着急 酬药一步一步报 宋爵来接我的时候 我与长姐聊得甚欢 甚至摸清了世子的作息规律 回家后 我与宋爵交换了重要信息 他忽然抱住了我 娘子 你受苦了 我摇头 怎么会苦呢 我开心还来不及呢 宋爵因为捏住了国公府的三寸 升官升得很快 前有户部尚书的提携 后有首府大人举荐 期间 不少人来了我们家 找公爹说没 我知道说的是什么 无非是我容貌不佳 不适合做正夫人 休了我再娶一个贵女 宋爵的仕途会平不清云 我觉得这个提议非常好 即便宋爵现在升官快 身后若没有人支持 他坐不稳 夫君 不妨考虑一下 我觉得永定侯的女儿就不错 宋爵难得发怒 摔了茶杯 江燕 我在你心里 就只是一个复仇的工具吗 看着他愤愤离去的背影 我觉得有什么东西 是我忽略掉的 一直以来 我与宋爵的关系 都很像是合作伙伴 而非夫妻 即便我们有孩子 同睡一张床 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再努力 我从来没有相信过 嫁进来第一天 公爹告诉我的话 他心愿于我很久了 我摇了摇头 我这样的人 怎么可能会有人喜欢 我不想自作多情 更不想连累他人 我的心早就被锁住了 唯一放不下的 便是孩子 宋爵接连好几天都没回家 我把长泽交给公爹后 出了门 买好点心后 我走到药材铺买了些补品 顺带趁人不注意 把药粉均匀地撒在点心上 你在做什么 我回头看到了宋爵 他眼下一片鸭青色 嗓子很哑 你怎么了 染了风寒吗 我伸手就想去摸他的脉 却被他一把甩开 我的事 你不必管 就像你的事 我也不会多问 宋爵突如其来的冷漠 让我有些无措 他的眼神在点心石盒上 停留了一瞬 而后一开 队长贵说 帮我抓一副药 听着他爆出熟悉的药材名字 我有些恍惚 要说起来 我会一点医术 全是因为他 他那会总是生病 还不爱吃药 我为了研究 让他吃不苦的药 煞费苦心 没想到 一晃这么多年过去 他已经学会了自己抓药 宋爵 我们谈谈 他头也不回 没什么好谈的 我好像做错了一些事 自从那日宋爵 撞见我下药后 我便再也不敢继续 他看我的眼神是冷漠的 所以 我敢笃定 他知道我在做什么 可我还能有什么办法 他现在越来越忙 也没什么时间 跟我聊起朝中局势 全靠我自己 出去查思探听消息 我有些沮丧地抱着常泽 叹了口气 他胖乎乎的小手 摸了摸我的脸 娘亲 这一声娘亲 把我拉了回来 常泽说话晚 这是他第一次叫我娘亲 我喜极而泣 一遍又一遍 叫他喊爹爹 他稚嫩的声音 是我的良药 我不能再做错事 让他没有娘 那晚 宋爵回来了 我主动起了话头 常泽今日喊我娘亲了 他的睫毛动了动 并未说话 我教他喊爹爹 他也学会了 宋爵的嘴角 终于浮现了笑意 我抱住了他 小声说道 我不想让你娶什么贵女 我也是自私的 我想要以后 你我和常泽就够了 这是我的肺腑之言 那天下午 我想了很多 终于想明白了一些事情 一直以来 我都抱着目的去做事 从来没有好好爱过人 宋爵离去的背影 让我知道 我爱他 也爱他给我的安定 宋爵抱我的手 有些颤抖 言语里竟然有几分委屈 我还以为你不要我了 我还以为 我没有让他把话说下去 我的错 我来弥补 事后 宋爵告诉我一个好消息 内库亏空 即将迎来改革 既然要改革 便会翻旧账 这是一个契机 改革一时 宋爵被派去做 负责改革那位大臣的副手 是首府的意思 原以为这样 宋爵会报恩 不翻旧账 但没想到 宋爵反手送了他们一份大礼 首府贪污受贿 被停职查办 国公府通敌 就连我爹也因为 私下卖官之事被革职 这一系列事件 让当今圣上震怒 加剧了病情恶化 还为三思会审 陛下就驾崩 新帝即位 我不知道宋爵在何时 与新帝关系变得这么好的 国公府通敌一案 新帝直接交给他兼伴 我知道 在先帝下葬之前 江府上下跑遍了 可以跑的所有关系 也没把我爹从诏狱里捞出来 原本国公府和首府大人 是我爹最大的仪仗 没想到也能同时出事 母亲终于想起了我 那是个雨天 他一身素衣来了我家 门是公爹开的 他嗤之以鼻 我儿媳妇不在家 你请回吧 亲家公 都是一家人说什么话呢 我进去等 不行 你这一身水 给我孙子过了病气怎么办 父亲 常泽叫你过去 我撑着伞走了出来 看到了台阶下狼狈不堪的母亲 但我不是来帮他的 阿愁 你快帮帮你爹 他已经快不行了 你甚是忘了什么事 我冷漠扫了他一眼 他文言微愣 我是忘了你改过名字 叫什么来着 不过这些都不重要 我女婿是不是在 主理国公府一案 你让他把魏国公一家放出来 你姐姐和外甥 可没吃过这苦 你未免有些太天真了吧 他想过来拉我的手 却不小心磕倒在地 有些绝望地哭着 我蹲下 看着曾经高高在上的他 第一次觉得他很弱小 他以为我态度有松动 急忙抓住我的手 你救救你爹 救救你姐姐 我推开他的手 母亲 你忘了吗 我早就不是你女儿了 哦 喊错了 你不过是一个 跟我没有关系的妇人 我为什么要冒险帮你 我起身 散落 甩了他一身的水 就凭你是我身上 掉下来的一坨肉 你个不孝女 是你亲口说 只当没生过我 我的母亲她早撕了 我没有理会 她在身后的谩骂 只觉得心情舒畅 娘亲 外面的那个人是谁啊 哭得好伤心呢 哦 是个问路的人 娘亲继续陪你读书可好 陪长泽读完书后 丫鬟带他去玩水了 公爹长叹一口气 我还以为你会心软 曾经的小姑娘 真是长大了 父亲 自从我进宋家的门 便只有您一位父亲 我跟宋爵都没有了母亲 往后只会孝敬你 他摸了摸胡须 我早就把你当亲闺女了 那家狗日的老实子不配 是啊 他们都不配 除了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以外 就没为我做过任何事情 还差点要了我的命 长泽两岁 他从未来看过一眼 开口便要 我从赵狱里捞人 事业 宋爵进房后 反复查看了我的身体 他没打你吧 我笑了笑 夫君 你还觉得 我现在是当年的小江燕吗 当然不是 我怕的是他伤了肚子里这个 这才刚怀上 你怎么就知道了 宋爵压了压嘴角 你每日的吃食 都是我吩咐人准备 换了口味 我岂会不知 就说你最细心 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 江府的管家 我想要过来 娘子经口欲言 我明日就办好 现在快休息 听说母亲回去后 大病一场 膝下去无人伺候 我那纹裤的兄长 自幼被惯坏了 扛不住事 我爹一出事 他便偷钱跑路 自己潇洒去了 留下江府一堆烂事 丫鬟 家丁看无人坐镇 偷的偷 拿的拿 逃之夭夭 我爹因为没能扛过 赵狱的言行逼供 死在了监狱 这些 都是宋爵后来 才告诉我的 他说 我需要安心养胎 不要为了这些事情烦心 几个月后 三思会审结果出来了 宋爵办事 果然是雷厉风行的 元首府被流放边疆 魏国公通敌一案 证据确凿 满门抄斩 秋后行刑 我找机会 去了一趟监狱 看到了曾经高傲无比的长姐 正在讨好狱卒 求她让自己看一眼儿子 狱卒嫌弃地甩开了她的手 滚一边去吧 人老猪黄的臭婆娘 还敢勾引老子 我给了狱卒银子 单独见了长姐 你满意了 长姐这话未免好笑 我有何可满意的 我盯着她的脸 眼窝深陷 颧骨凸起 早已没有了往日的风采 都是你害的 饭可以乱吃 话不可以乱说 我来只是为了送你最后一程 顺便问问 你有什么遗言带给母亲美 娘为什么不来看我 她为什么不救我 还有爹 她也不来 我是她的掌上明珠啊 哦 倒是也快了 你很快便可以见到他们了 一家团聚 因为他们比你先下了地狱 真的吗 我就说爹 怎么可能不帮我 对了 我还听说 你好不容易怀上的儿子 跟狮子爷关在一起吧 你说他要是知道 自己疼了那么久的儿子 是别人的肿 会怎么样 你要做什么 阿丑 你不可以动他 他只是个孩子 你也怀着身子 你放过他吧 我怎么可能对孩子下手呢 我只是告诉他 自己身世的真相罢了 至于狮子会不会对他做什么 我可不敢保证 狮子爷若精正 当天他费多大劲 也没怀上孩子 想来定是母亲出的主意 让长姐趁回娘家之日 跟表哥欢好 借了个种 我早就不叫阿丑了 这个名字 跟现在的你很配 我起身离开了大狱 外面听起情好 我有一瞬的怅然 大愁地抱了 我却没有想象中的开心 我独自前往了小翠的墓 敬了他一杯酒 我想起了第一次偷喝酒 也是跟小翠一起 那会他说 下辈子也要做我的丫鬟 我说不要 我要他做我的女儿 我来照顾他 我会把他打扮得漂漂亮亮 让所有人都羡慕 小翠 你的仇我报了 我不知道自己做的对不对 但是我希望 你能成为我的女儿 让我履行诺言 风吹起了坟头的草 好像是在回应我 我知道 是他在劝我放下过去 我摸了摸肚子 感受到了清晰的胎动 是你来了吧 小翠 我们以后 会越来越好的 万幸 我如愿以偿生了女儿 辱名小翠 宋爵市角 第一次见阿燕 是在我病最重的时候 也是娘亲离开我的第三年 她坐在窗外 也不顾春寒料翘 穿得特别单薄 我撑着头 一直关注着她 只见她 一边轻轻吸着鼻子 一边认真听先生讲学 先生就是我爹 在课堂上 不准我叫他爹 我因为身体差 基本都不怎么出门 娘亲离开后 爹才不得不把我带到书院 坐在最后一排跟着旁听 她总是一副严肃的样子 沉着冷静的模样 跟她的年龄极其不符 让我不由好奇她到底是什么人 看她的穿着 不像是穷人家的孩子 可贵女都会请先生到家里去教 再不寄也会去女学 不可能偷偷摸摸跑出来偷听 有一天 我终于看到她笑了 看样子是弄懂了一些问题 有两个浅浅的梨窝 很可爱 但我被我爹发现了 我不好好听课 当天晚上 他你没问我 不想上学 就自己在家好好养身子 我不爱喝苦药 爹不会像娘亲那般迁就我 爱喝不喝 我总是偷偷把药倒掉 身体一直不见好 爹因为娘亲的离世 心情也一直不好 我装作乖巧地说 有个小姑娘特别爱听你的课 你让她进来听 我就好好吃药 这是我第一次大胆给爹提要求 没想到她一口答应 我终于如愿以偿 跟她坐了同桌 她窃窃说她的名字叫阿燕 我笑着答道 我叫宋绝 很高兴认识你 她很少说起家里的事 但会特别细心地照顾我 渐渐地还会给我摸脉 监督我好好吃药 为了让我能吃下去药 她跟着药堂的大夫学了一阵 知道怎么替换那些苦味的药 她是个很聪明的小姑娘 她不知道 她第一次握着我手腕的那一瞬 我的心跳得有多快 我觉得自己有些贪恋她的好 该去国子健的时候 都拖着不想过去 我爹找我谈心 你若是想娶人回家 起码得有一些能力吧 难道一直像你爹这样一事无成 也只有你娘不嫌弃 被爹看出来了心事 我有些窘迫 但同时也看到了差距 一次偶然机会 我得知 她是户不上书的嫡次女 想求娶她 是高攀 所以我离开了书院 去了国子健 离开那日 她送了我一个荷包 宋爵 祝你高中 我忍住了想抱她的冲动 嘱咐她 你好好读书 切勿分心 别喜欢别人 等等我 自此 我两耳不闻窗外事 认真读书 只为了三年后的相识 最后一年 我听江家那个大哥随口提了句 江家打算把阿燕许给护布侍郎做续弦 我连夜跑回了家 跟爹说 我要娶她 我爹没说什么 默默将准备好的聘礼清点了一番 说第二日带我去下聘 万幸 他还没被一亲 只是那么久没见 他好像又瘦了 但是也长高了点 不出意外 我被刁难了 也知道他在这江府过的什么日子 我发誓 这辈子不会再让他吃苦 我爹把爷爷留下的贵重物品 全都变卖了 才凑够了他爹娘体的品力 终于把他娶回了家 我总算可以光明正大的抱他了 他不会知道 我肖想这天想了多久 他背上的伤还没好 刺痛了我的眼 我轻轻吻过了他的伤痕 在心里告诉自己 这一时我定会护好他 但是 他好像有自己的主意 即便我说过会帮他做事 我愿意成为他的刀 但我知道他的心里 对我没有足够的信心 他在偷偷布局 那些危险的事情 我不想让他沾上 我拼了命地读书 考上状元 明明答应回来看我游街的他 终究没有出现 不过没关系 那朵花我藏了起来 只会留给他 不出意外 他戴上很好看 我每天都变着花样 夸他好看 是想弥补他还童手的缺失 但是我忘了 幼年时期受过的伤 需要用医生去治愈 阿丑这个称谓 对他来说是耻辱 他不会相信任何人 甚至跟我亲密之时 也是在想自己的退路 他从来就没有考虑过他离开 我跟孩子怎么办 当我发现 他策划毒丝柿子飞之时 我没控制住发了怒 借题发挥 是我留给自己最后的体面 内心却害怕得要命 那是我第一次发火 反观他 情绪稳定 看不出来任何异常 我怕他离开我 不知道如何是好 窝在衙门好些天不敢回家 睡不好还染了风寒 没想到去药堂会遇到他 他说想跟我谈谈 我不敢 我怕听到他提和离 那两个字我无力承受 可我也好想他 晚上我回去了 因为我做的事情 有了一些进展 迫不及待想告诉他 他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很主动 原来他不是要跟我合理 跟我吐露了真情 我激动地抱紧了他 差点就哭了 可他却推开我 你病了 得好好养着 我第一次有些无赖地 磨着他 从他一点一点松动的态度 我知道他开始改变了 心里满满胀胀的 他终于尝试全身心接纳我了 再后来 我根据他埋的线 步步为营 一举将那些伤害过他的人 都拉下了马 事情进展得很顺利 没有任何转环的余地 心里很信任我 对我将上一招的重臣拉下来 这一举动很满意 许诺了我的首辅之位 我是阿燕最完美的刀 替他斩断了一切荆棘 直徐给他繁华盛世 他生了个非常可爱的女儿 很像他 笑起来有两个梨窝 他给女儿取辱名小翠 小翠很乖 从不哭闹 我知道这是在纪念他的好姐妹 我加倍对小翠很好 弥补我不在的那些年 他的陪伴 以至于常泽都有些酸 我告诉常泽 男孩子就要有所担当 妹妹和娘亲 就是我们需要守护的人 他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曾经我们经历过很多苦难 今后我们会慢慢变好 学会去爱对方 学会去爱这个世界 心里疯他为一品告命夫人 我比他还开心 这是他应得的 他看向我 笑得像个孩子 阿燕 在我这里 你可以做个永远无忧无虑的孩子 全文完